除此以外,东华凤九和成玉三人也有一个默契,就是这个预测仅限于他们三人之道,就连连颂也毫不知情。 以至于从大婚当日起,连颂就发现,东华看他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。 连颂和成玉的大婚地点并未选在元吉宫,而是选在了九重天外的一处仙山。 数万年前,当主题神神石归位时,天君便赠予了这处仙山作为成玉的仙府所在。 只不过这些年来,成玉从未去那里住过,更为安排人打理。 连颂求婚成功后,便将仙府非常隆重又用心地重新布置过。 当他心里想着,这里便是他和成玉的家时,在看到每一个新天制的物件时,眼里都是有着期盼的光彩的。 连颂把此处定为大婚地点,其实也是向四海八荒宣告,他连颂在意的从来不是天祖三殿下的身份,他在意的只有成玉。 所以他将自己这个人作为新婚礼物,整个送给成玉。 这般举动在天祖任何世家子弟中都是头一回。 真的不选元吉公吗? 成玉问道,不选。 连颂不以为意地笑了笑,反正我以后都是你的人了,而且这元吉公我早就助你了,你不是早就希望能够自在一些吗? 原来我说的,你都记着。 成玉的心里一阵甜,那是当然,我一直在意你。 连颂说完绝对不够恰当,又补了一句,我一直只在意你。 如果不是这番在意,在别人面前拾菜莲花的连颂,怎么到了成玉面前就容易舌头打劫。 如果说东华和凤九婚礼关键字是承诺和浪漫,墨约和少婉的婚礼关键字是自在和随心,那么连颂和成玉的婚礼就是两个字,奢华。 凤九刚踏进婚礼现场的感觉就是,连颂为了这场婚宴,把整个元吉公都掏空了,就连餐桌上看着不起眼的酒杯都是他花了很大代价,从四海收集来的珍宝。 连颂的用意很简单,他就想尽自己一切努力,给成玉最好的。 婚宴的酒是墨烟上神亲自酿的,这一点连颂和少婉一胎即合,这个酒也算是二人的半个媒人,成玉完全地表露心剂,连颂鼓起勇气求婚,这个酒也是帮了大忙。 所以婚宴上用这个酒,一来是一种美好的纪念,二来他也希望把这份美好传递给道场了每一位宾客。 天族大秦圣终于抱得美人归,这下能让九天神女们有些念想的男神们越来越少了。 天族众神奇俱,再加上连颂的好人缘,婚宴现场热闹非凡。 相比成玉的淡定从容,连颂在祭拜天地之前,听思仪仙观寻读祝导子时,就已经有些不自主地紧张。 或许是期盼这一天盼得太久,或许是这一瞬间还有些不真实的恍惚。 他发现自己的手心居然在冒汗,他努力地深呼吸,调整自己的心绪。 东华,我怎么觉得连颂有点紧张啊? 凤九从未见过这样的连颂,满目期待,却又掩藏不住的紧张。 他的确紧张了,东华笑着回应道,这华丽的铺排,宏大的阵势,满席的宾客,在连颂眼中不过一幅幅光影,呼啸而过。 他唯一记住的,并是他心肩上的那个人,穿着火红的嫁衣,缓缓向他走来,直到他握住了他的手,他所有的恍惚,才落地变成了真实。 他花了八万年的时间走向他,往后的万万年,他都要永远和他相守在一起。 而且连颂发现,原来牵手会上瘾,一旦牵上了,便怎么也舍不得松开,所以这一对碧人就和连体英似的,走哪儿都牵着手。 婚宴没结束,便大庭广众的另外上了,连颂满脸的春风得意,意气风发,眉眼之中尽是满足和幸福。 婚礼晚宴,他更是一桌一桌的敬酒,喝起酒来也是相当干脆。 婚礼从未见过连颂这般热衷应酬的样子,以前只听说他能躲就躲,来回饮去无踪的。 小白,你以为他是在敬酒吗? 东华望着连颂和身边的婚礼说道。 难道不是吗? 凤酒一脸疑惑地顺着东华的目光望过去。 他是在炫耀呢? 东华和连颂相交这么久,他的那些个小心思还是逃不过东华的眼睛的。 炫耀? 好,凤酒把东华的话反复思量了下,恍然大悟。 是承玉? 东华点点头,他盼这篇盼了许久了。 果然,即便是敬酒,连颂的手从未松开,承玉又为离开他半步。 哪位宾客不是对着如此美貌的新娘一阵猛夸,更何况这位可是众神又惊又怕的光真女神。 宾客在夸奖时还要注意哪泥分寸,万万不能唐突了。 没多久,连颂拿着酒杯到了东华和凤酒这边。 顺身大人,春风得意啊。 凤酒不由地打趣起来。 我今天实在太高兴了,该得意还是要得意的。 连颂回答的也是毫不客气。 凤酒,你放宽心。 承玉和凤酒碰了碰杯,一有所指地说道。 我知道,凤酒一口饮尽,爽快地回应道。 他很清楚,承玉所指之事还是月灵的姻缘。 虽然连颂喝了很多酒,但他的灵台还是相当亲民。 承玉和凤酒这般一来一回,他总觉得有些怪怪的,但又说不出来哪里怪。 还未来得及细究,他便发现,和刚刚这件事相比,东华看他的眼神更怪。 以往他在东华的眼神里是读不出什么内容的,但是现在他明显地感受到,东华看他的眼神里有什么,这个发现让他格外在意。 但东华什么也没说,还和他痛快地喝了酒,连颂便想着,或许是自己看错了。 直到他大婚后的某一天,当他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反复后,他终于忍不住问承玉,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惹了东华了?总感觉他看我的眼神里有些什么?这种感觉太奇怪了。 承玉见他这般认真头疼的模样,一时心疼,便指了指自己的肚子。 承玉,你不舒服? 连颂立刻紧张起来,承玉果断地摇摇头, 没有不舒服,我怀孕了。 你怀孕了? 连颂整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,激动得语无伦次。 这,这,什么时候? 不是,我也是昨日和凤酒去失利桃林,整颜上山帮忙看过才确定的。 承玉说着,有一种暖暖的喜悦,还有一丝丝的害羞。 连颂大喜,本能地就想把承玉抱起来, 但一想到承玉肚子里的孩子,最后一刻收住了手, 只是轻轻地把他拥在怀中。 承玉,我太高兴了,高兴到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 什么都无序说,只要这般抱着我便好。 承玉自昨日开始,一直想着连颂知道这个消息,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,是和自己一般惊喜的不能自已, 还是更冷静一些,结果是,连颂永远比他更控制不住喜悦的心情。 对了,你之前烦恼的事也是因为他。 什么? 连颂显然还没有从承玉怀孕的喜悦中缓过神来。 你问我,为何东华看你眼神不同,也是因为他,我肚子里的这个。 为何? 连颂松松开手,一脸疑惑地望着承玉问道。 因为我们的儿子,是月灵的命定之人,承玉终于将这件事和连颂全盘拖出。 什么? 连颂震惊不过三秒,便是再次涌上心头的极大的喜悦。 你说的,都是真的? 当然,我的梦境预测从未出错,这一点承玉还是非常有把握的。 等等,你让我捋一捋,连颂试图让自己冷静一点。 承玉,你的意思是,我要做父君了,而且月灵还是我未来的儿媳,是这样吧? 我没有听错吧? 你没听错,你说的都对。 承玉握住他的手,很肯定地回答道,连颂一直很喜欢月灵,以前便心心念念想要收他做土地,为了要被松墨叶中途截胡,这件事还让他耿耿于怀了许久。 没想到,月灵居然会是他未来的儿媳,这份缘分可比师徒勤奋要深厚得多,最关键的是,他居然要和敦华做亲家了。 月灵貌美又聪慧,想要和凤九攀交情,结亲家的神族世家,怕是数都数不过来。 连颂以前还和承玉讨论过这件事,月灵生的这般美貌,又聪慧无伤,这四海八荒,有哪个青年才俊能与他结缘呢? 讨讨论了许久都未发觉有合适的人选,没想到,与月灵结缘的居然是自己的儿子,想到这里,连颂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 所以,东华眼神里的内容是,催促我赶紧努力,让他未来的女婿早日出现啊。 连颂豁然开朗,你确定,东华想说的是这些? 承玉好心提醒,那是当然,我和他相交这么久,自然是了解他的。 连颂信心十足,承玉心里默念,东华那明明是不放心自己女儿的音乐,担心像你我这般磕磕绊绊数万年。 连颂心情大好,一心拉着承玉一起去太成功找东华奉酒,好好聊聊这未来之事,承玉拦都拦不住,只不过太成功大门紧闭。 崇林告知,帝君和帝后今日又去魔族小住,之后还会接着去游历,估计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了。 又去魔族了? 连颂颓颇为失望,在他和承玉大婚后,东华就去了好几趟魔族。 难道这燕池物的对异之术已经经济到如此地步了? 冰块脸,你怎么又来了? 燕池物刚要出门去找谢花龙,没走两步,又被东华堵了回来。 又下棋! 燕池物满眼的无奈。 嗯,东华点点头。 我和小白要在这里住几日,你安排一下。 还要住几日? 燕池物无奈地向凤九使眼神求救, 凤九向他摇摇头,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。 冰块脸,就我这下棋的技术,四次输,你真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 为了摆脱东华,一向嘴硬的燕池物居然第一次服软了。 无妨。 东华淡淡地说道,燕池物觉得自己头疼得有些眩晕。 入夜,凤九一脸认真地望着东华,眼神颇为锐利的样子。 东华,你来魔族不是为了和小燕下棋吧? 来一次两次凤九还信,这前前后后都来了多少次了, 而且每次下棋,东华都会问燕池物许多事情, 对魔族一些稍微出挑戏的人都会比较留意。 小白,你不是说很喜欢上晚之前给你准备的那些锦枝吗? 东华温柔地问道,嗯,凤九的思绪被东华带走。 你看,东华将手中的靶气扔向一空, 瞬间,璀璨光影,焦蝶泼满魔族,至爱之夜,流光溢彩,美不胜收。 东华,这也太美了吧。 凤九高兴地完全忘了之前心中所记挂之事。 小白,喜欢吗? 东华一脸期待地望着凤九,喜欢,很喜欢。 凤九目不转睛,生怕错过了一刻美景。 东华满足地搂住凤九,其实于他而言, 这世间再美的景致都敌不过凤九的笑容半分。 你看美景,我看你。 离开魔族,东华和凤九第一站去的是青秋, 这次倒不是凤九想要回来,而是东华想念青秋的夜空了。 两个人自在地躺在草地上,仰望星空。 东华记得特别清楚,凤九第一次带他来青秋看星星时的情景, 他向他诉说少女心事时害羞的样子, 往事一幕幕,甜蜜入心,如同发生在昨日一般, 未来不可知,却也因为身边的这个人而变得更为期待。 东华,你是不是被我们青秋的夜空迷住了? 凤九一脸得意地望着东华说道, 东华摇摇头,满目柔情地回答道, 能迷住我的,我有你。 凤九脸上的得意完全被泛红地娇羞代替, 无比幸福地躺入东华的怀力。 这次海包荒,他也只求一个他, 仙徒漫漫,有了你,便是值得期待和珍惜的每一天。 全文完结。 全文完结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